新暴雨警告信号系统于2020年9月1日正式生效 而新生效的暴雨警告信号设有三个级别 在任何时段,澳门都有机会受大雨影响而发出暴雨警告信号 由于暴雨的发展可以很迅速 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可能跳级发出或取消 当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时,大家要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避免在水浸地区进行活动 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、水浸资讯和其他部门的最新消息 避免逗留在地下空间或没有其他出口的空间 提防塔树、山泥傾射等灾害 地球麦里K气象局提提你 暴雨警告三级制、知雨势、定措施、保安全